XPN Airart开始量产 飞行汽车的出现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主要内容 但随着XPN Airart最近的宣布 这一未来主义愿景正在成为现实 该公司已开始大规模生产其创新的分体式飞行汽车 即陆地航空母舰 这标志着城市空中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陆地航空母舰是一种模块化飞行汽车 将传统电动汽车EV的功能与电动垂直起降EVTOL飞机相结合 这种双重功能使车辆能够在公路上行驶并飞向天空 为运输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灵活性 该设计具有一个单独的EVTOL模块 可以由电动汽车运输 实现地面和空中旅行之间的无缝过渡 XPN Airart在中国广州的一个新生产设施破土动工 预计每年将生产1万台 该工厂采用了先进的装配线工艺 将航空制造的精度与汽车生产的效率相结合 这种方法旨在确保高质量的标准 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交货时间 陆地航空母舰计划于2025年投入批量生产 预计客户交付将于2026年开始 这款车的售价约为28万美元 使其成为这项突破性技术的早期采用者的一个可访问的选择 设计与结构 地面模块设计为可容纳4到5名乘客 具有三轴六轮配置 此设置提供6x6全轮驱动和后轮转向 增强越野能力 空气模块是一种全电动驾驶飞机 能够垂直起飞和低空飞行 它具有6转子双导管配置和碳纤维结构 具有轻质强度 该车长约5.5米 宽2米 高2米 可容纳在标准停车位 功率和性能 地面模块配备了一个增程混合动力系统 可以为空气模块提供多次充电 空气模块支持手动和自动飞行模式 提供多功能和可访问的飞行体验 270度全景驾驶舱为用户提供了广阔的飞行视野 增强了飞行过程中的态势感知 安全与控制 路上航空母舰包括用于地面和空中作战的先进安全功能 机载自动拆卸和重新连接系统 允许模块通过单击按钮进行分离和重新连接 XPN Airat率先推出了单杆控制系统 简化了传统的双手双脚操作 并允许单手控制 XPN Airat投入量产 标志着城市空中交通发展的关键时刻 路上航空母舰的创新设计和先进技术 使其成为运输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随着世界走向更加互联和高效的未来 XPN Airat的飞行汽车证明了现代工程和设计的可能性